你是不是很好奇 你看到很多博主在他們影片裡面 都放入了這樣的社交媒體動畫 看起來非常的酷 並且十分有動感 今天這情片 我會教你免費的製作這樣的社交媒體動畫 十分簡單 並且用你的手機或是平板電腦就能夠製作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朋友我是 Grayson 如果想通過YouTube頻道 在網路上打到自己的個人品牌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是完全免費的 在底下的描述欄 也能夠找到很多經營YouTube頻道的使用工具 首先你需要下載一個App叫Mojo 你可以來到你的App Store 然後搜索Mojo 這App裡面有非常多的模板 有100多個文字樣式 能夠讓你做出文字的動畫 非常的方便 和其他App一樣 它有免費版本和付費版本 其中它的免費版本會有很多的限制 如果你升級到付費版本 就能夠使用它的更多功能 更多樣式 更多模板 但是今天這情片 我會告訴你 如果用免費的方式 製作出剛才的社交媒體動畫 首先我們就打開Mojo 我們可以看到 這裡面就會有非常多的模板 夠你使用 我們可以看到 Instagram Story的模板 是我們可以免費使用的 如果你想要使用Instagram貼文 或者其他的模板 你就需要升級到付費的版本 例如我選擇了這個模板 現在我進入到了這個模板 我可以開始編輯 我首先刪除掉這個文字 然後我可以修改中間的文字 我可以輸入我的Instagram名稱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底下可以修改文字的字型 我們選了這個Font 這裡面就可以讓你修改一些字型 例如我選了這個字型 然後你也可以修改文字的大小 在你修改好之後 我們選了這個Style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模板 如果我們看到右上角有一個鎖的標誌 就代表你需要升級到付費版本 才能夠使用 然後我們可以點擊上面的Social 然後選擇Instagram 這裡面我們就可以看到 就出現了剛才的社交媒體動畫 這裡面還會有不同的Instagram標誌 你都可以選擇 然後這裡面還有WhatsApp 還有TikTok 還有其他的社交媒體 你都可以選擇 這裡面我們選擇第一個Instagram的標誌 然後我們選擇第一個 因為它是免費的 像我們就使用了這個模板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改變它的大小 例如我們選擇這個Size 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它是竖屏的 所以它就會有大小的限制 有一個解決方法就是 我們改變文字的方向 我們把它變成橫屏的模式 現在我就把文字改成橫屏的模式 這樣做的目的就是 當你導入到影片裡面 它有足夠的像素 可以保證你社交媒體動畫的清晰度 接下來我們需要加入一個綠幕 你可以Google搜索綠色 然後你下載一個綠幕 然後回到Mojo 在這裡有個加號 我們可以選擇第一個Media 現在我就添加綠幕 然後你可以檢查一下 你輸入文字到底對不對 如果你檢查都沒錯 你可以選擇右上角保存 這樣你就可以把這動畫導入到影片剪輯案例裡面 只要錄到影片當中 像我就導入了我剛才製作的社交媒體動畫 我現在進行一個裁切 我選擇效果 然後搜索裁切 然後把這效果突出到這動畫上 這裡面開始我就可以進行裁切 我首先讓我的動畫完全展示 像我可以開始進行裁切 我主要是為了裁切掉這個白編 然後我可以去掉這個綠色背景 在效果搜索欄裡面搜索Altra Key 把這個效果突入到這個動畫上 在這邊使用這個吸管 然後吸下這個綠色背景 像我們這個動畫的背景就變成完全透明的 我們可以調整一下它的方向和大小 首先我們可以雙擊 然後點擊這裡可以旋轉它的方向 然後可以移動它的位置 我們可以適當調整一下它的大小 我們可以來播放一下 像我們加入了一個社交媒體動畫 這裡我可以再加入一些變化 我可以首先把它縮短 然後複製一個 然後我們右肌 在這邊我們選擇Speed and Duration的選項 這裡有個Reverse Speed 我們選擇OK 像我們可以來看下效果 像我們就可以看到它會自動的出現 以及自動的消失 會有不一樣的變化 相信你看完這些教程 已經製作好了一個社交媒體動畫 在我頻道裡面 還有很多類似的教程 例如教你如何製作出 YouTube訂閱按鈕動畫 YouTube影片的片流動畫 都是可以免費製作的 至於可以去看我這些影片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 歡迎點讚 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關於YouTube的內容 歡迎訂閱我頻道 如果你想和我更多互動 可以關注我IG 在底下描述欄 也能夠找到很多進YouTube頻道使用工具 我們下次見 拜拜